因為我之前也是看那個審日 就是那個福大賴豪的教授 他講的就是 你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股勢力 除了西方那些 你只要是掩止了中東之後 你一定沒有好下場 因為中東這個國家就是 你可以控制住中東的話 就只有一個前提 你就是一個 你就是世界的一個 是你一個沒有辦法 沒有人可以挑戰到你的權位 挑戰到你的能力的 一個絕對的super power 好像19世紀的英國 還有20世紀 包括現在的美國 你任何一個國家 你都不可以掩止中東的 盧大哥掩止中東 你一定不會好下場 包括他現在土耳其 他想做中東的霸主 一定會被人鬥 所以你看2018年 美國就是制裁了他 瘋狂制裁他 所以你今天就看了GDP 他就突然間最近這兩年 不是有一個下跌的 應該就是2018年 美國對他的制裁 應該不是 因為我發覺GDP 只是統計到2018年 它原本是之前發生的事情 噢 它現在應該更加慘了 不過呢 對於中東呢 我跟那個教授有一點不同的看法 因為在這個世界 這個叫做什麼 乾淨能源的大趨勢底下 中東的角色 很可能會被人遺忘 如果到時候呢 就真的是火藥筒了 因為沒有大佬 沒有英國都和美國都鎮住的牆 那些 其實中東的地位 它不僅僅是能源 它中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是歐亞海運的一個輸入 因為它是蘇伊士運航 那你要經過這個區域 它其實相當於就是一個世界的實質路口 如果你不看美國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世界的實質路口 之前為什麼歐洲人要搞大航海 就是因為世界的實質路口 被奧斯曼土耳其封鎖住了 那在19世紀的時候 其實那個石油 都沒有這樣開發出來 都沒有人知道 那裡這麼多石油的時候 那裡也是這麼重要 因為那裡就是一個世界的實質路口 大家都要控制住那裡 因為你控制住那裡之後的話 如果西方控制住那裡 它就可以東出 如果東面的國家控制住那裡 它就可以西進 這個實質路口 如果對軍事來說可能都可以 但是對於貨運來說 可能未來 就是可能那個影響力都會減低 一來就是中國搞一路一帶 它有鐵路 推過去亞洲和歐洲之間 不是 一路一帶的海路和陸路的終點 都是在中東地方交會 其實它一路一帶 貨運你可以不經海 它就說現在中國一路一帶就是 陸運就是從新疆出 接著去到中東 海運就是從廣州 傳輸的地方去到洪海 所以那個沈日他就說了 搞一路一帶的人就很不明白 你媽媽 我們其實就是想 你媽媽 把我們的過正產能 擺出去 送出去 對不對 不要對向中國 因為中國08年之後 它搞了很多基建 很多產能其實是被崩高了 它就想把那些產能送出去 接著一看 你媽媽中東的地方正 好 你不是一路一帶 射出去 然後他就說 爲什麽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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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什麽就不順利 動動動動動就不順利 去到哪裏都是不順利的 然後後來他就說 搞國際關係的那些人 他就一看 哎 屌你媽媽 去到世界十字路口 當然不行了 你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現在土耳其他要這麽搞 他接下來西方是不會放過他 現在可能被他這樣搞搞 是因爲真的可能美國太沒空 歐洲又被現在的經濟搞到出了問題 你投反彈器之後 就應該會抓他 不會放過他 他放不放土耳其我不知道 但是西方在中東的助力 一定大幅度減低 就是未來二、三十年 和之前的二、三十年沒有比 因爲一來就是 特朗普自己都已經撤了骨 他撤了是吧 是啊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美國是在特朗普的任期內 變成了從一個能源進口國 變成全球最大的生產國 這個就是我的指示 因爲中東以前對於世界能源的供應 和未來是兩樣東西 未來如果大家都走在太陽能擺 這些東西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 就不需要再依靠你中東 但是你說貨運那樣東西 你就要看哪裏運去哪裏 中國運去美國就不用幾個中東 不用 歐洲運去美國也不用幾個中東 都不用 只是有亞洲運去歐洲 運去歐洲 是的 那有沒有另一條路 就是北極航道 有沒有可能繞過俄羅斯 比較近一點呢 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你貨在上海出向上走 我會不會這樣走去歐洲 我就不吃了 地圖都看得不清楚 北極航道 北極航道 懸吹了 你可能要用Google Earth去看 你用Google Map去看都不行 然後之前澳洲軍隊有醜聞 亞富汗說殺了平民 所以肯定澳洲也都會 不會這麼積極參與中東這些東西 就是大家其實都是 唉 你老婆 大家怎麼沒什麼東西搞 但是這個反而是中東最大的危機 一旦那些大哥走了 下面那些駁上位的爛仔就要衝上來 那我就樂觀一些 我覺得未來駁其實都未必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一個地方亂 就肯定不是因為他自己可以把自己搞亂 一個地方亂就一定是因為是大國 他博弈的前線 中東他就剛剛好就是大國博弈的前線 一個是歐洲 一個是或者說北約 一個就是老大哥 這次其實高加索地區 他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大國博弈的結果 那你這裡雖然就沒有能源 但是你媽媽老大哥要出海口嘛 你也知道老大哥 雖然我老大哥的海疆史都成這樣的樣子 他出海口就不算是 但是老大哥好像一路以來 他出海口都很是迷亂 你等我一會兒 那隻蟻狗你老婆就臭蟻 你聽我們一開波就開始叫 你媽媽叫了兩個多鐘 那隻蟻狗應該想打招呼 他爸爸媽媽不讓他打招呼 他在那裡抗議 要是可能周末 家人出去玩 沒有人帶他散步 要出去我試 沒有特別我在那裡叫 舊一般都是這樣才叫的 所以老大哥呢 這顆搞屎棍一定不會放過中東 那現在土耳其又做了第二顆搞屎棍 我剛才說的大佬就不是說美國 或者你以前說英國 但是中東本身都有沙特 有伊朗 有以色列 這些都不會是可以和平相處的 土耳其 這幫人的火藥桶就自己開始燃了 是啊 如果西方的外國都走了 那我就放中東路 和一些私階夫人和特區人 到時候其實他們打仗還打仗 發現這些地方人口又不是很多 賣不了很多貨 其實是好事的 從賣軍火的角度來講 盧大哥 其實不知道盧大哥 你會不會理會他 我不相信有哪些人沒有打仗 可能他就會買好東西 買X47 還有賣95色 你最怕的是 就是說如果現在在沙特 每個人都買美國的武裝來打 那這些才有人關注 你會不會理會 買X47 你會不會